我人生第一次真正在这儿来谈谈华为 谈谈孟晚舟 大家了解的华为和孟晚舟 是有很多方面都是道听途说的 我想给大家数几个企业 第一个企业Noranko北方工业集团 中国的高武器的走出去了 第二中国兵器 China Weapon Group是我们方正的民主的股东 第三保利集团做武器的卖武器的 大家知道了吗 第四个平安集团搞金融的 第五个华为集团搞手机的 第六个阿里巴巴大数据的 第七个大家可能是每天都要使用的 微信数据 微信连接 第八个大家可能是都不太关注的 都比较忽视了的 现在已经走出去了叫振兴石油 第九个大家现在跟生活肯定有关系 但已经被灭了的叫中兴 大家都想明白了吗 第十个大家是什么企业 我在这不说 可以看一看 十大企业是中国安全走出去了企业的核心 这十个企业是走出去了 马云的大数据 微信的社交媒体微信通信 北方兵器 中国兵器 保利兵器 这九家企业还包含了另外一个神秘的企业 这个都是国家军队企业 有这个一位美国朋友说 他属于PLA的 他是中国解放军有关系的企业 我说你说错了 他就是中国军企 包括马云的大数据 包括微信 就是军企 就是国企中的军企 这一点绝不容置疑